Omicron它是这个Delta之后呢 Delta是大魔王嘛 那这个是新魔王啊 这个新魔王的威力 比大魔王还要来得大 严不严重 我们的指挥中心老神在在 觉得他的毒性被高估了 未来会下修他的毒性 巴拉巴拉巴拉讲过 那请问一下 陈时中你是有研究过吗 证据拿出来好不好 他的毒性到底是什么 说实在的料敌从宽 国际间目前的研究都还没有透彻 你忙着下定论 先告诉大家 所以我们看看国际间 他已经入侵16个国家 各国都是一样 宁言勿松 日本怎么做呢 已经开始全面关闭边境 停止外国人入境了 我们的邻居日本 人家这样做 美国呢限制南非 等几个国家的旅客入境 以色列 以色列两季三季都已经打完了 禁止外籍人士入境 为期14天 还要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反恐手机 追踪技术来监控 英国也是一样 英国之前疫情好严重 有没有 现在终于学会教训 以前就是不信邪嘛 暂停南非等六国的航班 还有外国旅客入境呢 也是一样要隔离 荷兰呢 非必要场所下午五点前关闭 你看到这些各国的措施 有没有 还有这个图也发布了 另外呢专家告诉你 这个Omicron它的极蛋白上有32个突变 这什么概念 Delta的两倍 所以它R0值呢高达50 就是刚刚辫子妹讲的 一人可以传50人 那它也会让疫苗的效力下降40% 白宫首席的防疫顾问 佛奇已经告诉大家 如果呢 它已经进入美国 不会感到意外 会密切关注 然后呢会做好准备 南非的卫生部长也说 这个变种病毒呢 是重大的威胁 好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全世界紧不紧张 紧张啊 我们台湾紧不紧张 不紧张啊 告诉你没有问题 它的毒性会下修等等 你讲的最好是对的 但请问证据在哪里 说实在这个心魔王呢 刚刚出来 还需要一些这个数据 那是不是 你是防疫指挥官呢 你不是路人假 或是路人蚁 路人假路人蚁 随便讲讲就好 但是你是不是应该 比别人更紧张 你是不是应该更严格 是不是啊 然后他说呢 春节防疫现阶段 没有紧缩计划 各国全部都在紧缩 我们的春节 大家知道 南来北往家族聚餐等等 非常非常的密切 没有什么计划 然后呢 我们要开始讲 第三季的规划 希望跟第二季相同 不过没有限制 第三季的量是一定够的 也可以开放混打 第三季的量一定够的 你相信吗 对不起啊 我实在是无法相信 为什么呢 从去年到现在 我们被骗太多次了嘛 记不记得 大使 去年12月30号 去年年底一年前 陈志东开了一个 盛大记者会 那时候台湾没有疫情嘛 所以脸上洋溢着光芒 有没有 英雄式的出场 告诉大家 我们台湾好棒啊 那时候我们买了什么 将近两千万剂的疫苗啊 最早的话 2021年就 今年的三月就可以到货啊 然后五月疫情爆发的时候 大家左看右看 前看后看 陈志东 你说的三月到货的疫苗 在哪里 没有啊 他前前后后 一直告诉我们说 疫苗没有问题 我们这边买了一些 现在他又跟我们讲说 第三季是一定够的 你怎么看 我不相信 因为他的记录太差了 他就在我的这个记录 他说谎太多次了 都没有兑现 我现在只相信 那个郭董跟那个 台积电还有十季 因为我们现在 没有这一千五百万剂 台湾现在非常的惨 然后陈志东买的 你再给他加加减减 我们现在打的疫苗 陈志东买到有多少剂吗 不到三分之一吧 四分之一都不到 其他都是人家捐的送的 我们到现在都还在打 别人捐的 别人送的 所以我们的疫苗主力 是民间采购 再加上外国政府捐赠 这一把约预算也编给他啦 这个陈志东 钱也给了 什么都给 他很会吹牛 他都知道我这个约 怎么样怎么样 都没有 都让他要来 结果真的 或到前三天 他也搞不清楚 到了以后还有 到了只剩下一个礼拜就要过期了 这种人的记录 你能相信吗 所以他讲这话 所以现在又跟大家讲说 第三季量一定够 那这就他20 他去年那个讲的 去年12月31号讲 30号讲的那个话 一模一样 就千万不要信他 我们现在反正操作的话 自己来保护的话 跟陈志东的讲法相反就好了 那这个疫苗的新的病毒的情况 也是跟陈志东讲的相反才对 他反正我觉得 这个人真的是外行 再加上胡瞎掰 不负责任 然后老神在在 然后个人还要喝酒 是我们五月份的这波疫情 连这个我们看到 得到这个疫情重症死亡的 包括打疫苗之后死亡的 加起来有1000多人 那我们的署长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常常都觉得这些人叫做冤死 因为假设他讲的是真的 假设疫苗早就进来 我们三月份开始打的话 根本不会死伤这么惨重 那他现在又在讲一些 乐观的一些谈话 大家真的是乐观不起来 还有包括我们的疫苗采购政策 我们的防疫政策 我们边境守不守得住等等 另外一个很重要 现在很多朋友都打了一剂 打了两剂 那你有没有想过第三剂该怎么打 尤其是第一批 第一批什么医护 那边境人员 当时没有疫苗 只有AZ嘛 所以大家都硬着头皮去打AZ 那些打完AZ 现在还要再打AZ吗 陈时中又是讲得模模糊糊 他虽然说第三剂会开放混打 但他前面又说 还是希望跟第二剂相同 什么意思 要三剂AZ吗 不过又没有限制 然后后面又讲混打 颠来倒去 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 身为指挥官 我们都可以颠来倒去 你真的没有颠来倒去的资格 你要给大家一个防疫指引 所有台湾的专家好手都在你的挥下 你不是开了那么多的防疫会议 他可能都没有开 跟三加十一一样 所以请教一下第三剂的规划 一定够怎么个够法 什么时候会来几季 什么时候来多少数量 它的有效期多少 你可不可以弄一个list给大家 就跟这个 就跟我们看到台积电他们一样 不是每次讲说会到就真的到吗 那你讲到都没有到 还有要怎么打 我前面打两剂AZ 我后面是不是应该不要再打AZ了 那我如果前面打两剂莫德纳 我第三剂该怎么打 我如果前面第一剂AZ 第二剂莫德纳 那我第三剂该打哪一个 是AZ还是莫德纳还是BNT 你可不可以有个防疫指引 告诉大家不要都丢给民众 可不可以 我们在这个邱主长 今天也录了一段访问给我们 非常重要 陈时中不知道的是 他知道 我们来听听 这个Omicron被认为是超级变种 是因为他不但 这个复制能力很强 而且呢 他是有免疫逃脱现象 各国已经很多人都打了疫苗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都还能够产生突破性感染 而胜出的变种病毒 当然就是很容易是超级变种 那一剂超级变种 我们希望有次世代疫苗 但是现在看起来是还没有 那以现有的疫苗 要来应付变种病毒 最重要的 就是说你的这个第三剂应该怎么打 那第三剂呢 应该采取混打 尤其是你前两面 前面两剂打AZ的人呢 那么其实第三剂应该要混打MRNA疫苗 那这个部分 因为混打的话 他除了强化你免疫反应 而且他还增广 我们呢 有这个防护力的 这个基因序列的这个范围 所以能让我们的这个保护力不但更强 而且更广 那面对变种病毒的话 这个保护会比较好 那特别是对于 机组人员 防疫旅馆工作人员 还有医护人员 这些的话 我就是强烈的建议他们往往前面打的就是AZ 所以呢在这个第三剂的部分要让他们优先来混打MRNA疫苗 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我们目前一个非常严重的缺失 那至于说我们疫苗未来的采购啊 我觉得政府是绝对不能够孤注一职啦 事实上现在看起来包括就说我们希望有次世代疫苗以外 另外鼻喷剂型这样的疫苗 这个也是大家也觉得说它应该对于阻断传播可能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政府应该要密切注意国际的动态 那然后呢来做一个最好的布局 那但是呢当然一方面疫苗很重要 那我过去也多次强调的 就是呢防堵是要跟疫苗 还有呢戴口罩要三管齐下 然后呢在这个防堵上面 就是入境的那一关是非常重要 入境的防堵里面呢大家也要去注意到空气传播的这个问题啊 事实上国外防疫旅馆所产生的这个破口 大家仍然就担心的说是因为这个空气传播所造成 好大家看我们这个署长啊 他是在这个开车的途中啊 我们希望他能够解答一些专业问题 他在这个车厅旁边啊 就直接帮我们录录到一半这个镜头掉下来 好这个署长讲得很清楚啊是不是 大家就听懂了嘛 特别是台湾之前第一批很多人跑去打AZ 后面因为那时候没有开放混打 那前面两期都是AZ 那第三季我到底要打哪一个 你看署长就讲得很肯定啊 你第三季就是打MRNA 就是打莫德纳或是BNT啊 你就不要再打AZ了 是不是 就是很肯定嘛 那我们台湾就是需要这样清楚的防疫指引 让大家整个的免疫力上来 但是陈时中呢什么叫做 还是希望跟第二季相同 什么意思啊 所以你真的是啊 辜负了你指挥官的这个责任 我跟大家讲一个基本 当然有人说我很怪啊 我通常一个礼拜之内 我不会重复吃同样的东西 就是一方面我不喜欢吃同样的东西 这是一个 另外一方面 因为我长期都在外面生活 那我觉得就算要中毒 我不要中太多毒 所以我每天会换一种 都不同的东西吃 就算有毒性 不要一直累积同一种毒性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啦 那当然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连买股票都是嘛 是啊本来就是这样 这是分散风险嘛 那莫德纳我就觉得很奇怪 好你订了明年两千万 后年一千五百万 可是陈时中部长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目前台湾所有的疫苗当中 莫德纳是最不稳定的疫苗 它到货最糟糕 你要知道我们现在能够到 那么多莫德纳 都是人家送的 都是美国爸爸送的 我们自己订了五百万疫苗 到现在都没有来玩 所以这么一个不稳定的东西 你怎么确定它明年就会稳定 谁知道没有人知道 那更何况BNT 也就是辉瑞已经告诉你了 人家花一百天的时间 三个多月的时间 准备研究次次代疫苗 然后陈时中就要回答什么 他说如果效果好的话 如果有效的话 我们会去想办法跟他订购 如果效果好的话 就没你的份啊 就是啊 你要订就现在订吧 又开始抢疫苗 然后我们台湾又抢不到 再重来一遍啊 是啊 哎拜托去年的教训你忘记了吗 今年还要再来一次 那我就觉得奇怪 高端跟联雅 你都可以二话不说 你实验还没做 你就先给他买 那为什么BNT不行 这是暂时有时效的疫苗 那你为什么不做 你 我不要想别人 你去介绍随便问10个人 你认为你比较相信辉瑞 还比较相信高端 辉瑞至少是世界大厂嘛 他研发能力 应该相对比较强一点嘛 所以要压吧 至少你BNT跟莫德纳 大家都买会怎么样吗 如果真的有多到时候 我们可以去帮助一些 我们台湾受国际帮助这么多 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友邦嘛 这不是大家都好吗 那我必须帮大家翻译一下 陈时中的说法 他说 滚动式修订防疫规范 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 就是目前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要滚动式 也就是我现在说的 完全不能做准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原来翻译成白话文是这样 是 然后春节防疫 现阶段武警说计划什么意思你知道 春节会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 所以现阶段没有警说计划 因为到时候会不会有 我也不晓得 就是这样 他其实都在讲废话 然后呢 还是希望跟第二季相同 这句话翻译是什么你知道 他还是希望你们打高端的 继续打高端啊 哦 就是这个意思啊 不然高端效果不完啊 终身高端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 任何一个人 哎 拜托你会小学算数你都知道 绝对不可能跟第二季一样 不可能每天都一样你非混打不可 你现在还剩这么多AZ吗 你还剩这么多BNT吗 你还剩这么多莫德纳吗 你根本一定要混打嘛 所以他什么都不告诉我们 那请问我要指挥中心干嘛 就是疫苗全部都自己选对不对啊 你跟第二季相同也可以 那混打开放也可以 那请问一下什么样才是最佳效果呢 他不知道啊 所以你们看到罗一军 刚刚变子妹的时候 那个时候讲说罗一军说啊 接下来那个可能会向下修正 那你自己都讲 你手上资料这么少 你怎么知道会向下修正 搞不好向上修正啊 你怎么晓得 没有做实验之前 没有拿到确实数据之前 不要胡说八道好不好 那刚刚邱组长的建议 我觉得他是站在他专家的立场 可是抱歉了我不懂医学 我站在我这一个用逻辑的立场 我先建议大家第三季先不要打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Omcron是新出来的一个病毒 目前没有 我们现在都是针对旧病毒的疫苗 没有一个针对Omcron的 他的免疫逃脱竟然这么强 请问一下你第三季打的 真的会有用吗 你怎么知道会有用 搞不好完全没作用啊 所以是不是稍等一下 大家稍安误照 先等一下世界各国研究 出来一个大方向 而且有的国家去做实验嘛 他第三季打了 如果真的有增加效果再去打 因为为什么我会这样说 当然我不是医学专家 可是大家忘记了吗 每一次打疫苗 不管是第一季还是第二季 甚至第三季 都有人可能会到鬼门关前走一招 因为有的人可能负罪用会很强烈 他等于要再冒一次生命危险 如果不是确认一定有避免的效果 你干嘛一定要打 不是这样子吗 有道理耶 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家不用急 虽然他说明年一月就可以打 但是那是针对特殊人为什么 就是当初最早打AZ的那一批 去年三四月就已经开始打那一批 那一批他们可能 因为第一个时间也过了 第二个他可能要下去要补枪 第三个因为他们在高风险场所 我们一般人不是在高风险场所 你也不是高风险族群的 我真的建议大家等等看看 让子弹飞一会 等世界更新一步的研究出来再说